刚好遇上农历七夕情人节 激动市议员张耿辉 一进到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立刻先分送巧克力给为民服务 辛苦的照顾专员 以及督导科长和局长等人 感谢大家为了协助市民朋友 处理1966长照专线和现场咨询服务 以及实地访试个案提出协助等 相关长照问题的付出 就是我们线上这边会帮您填写申请表 那我会需要长辈的一些基本资料 然后会跟你了解一下长辈目前的状况 就是他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个部分 比较需要人家协助 由于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一向非常关心长者长照问题的 市议员张耿辉 在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关心照顾专员能力不足的问题 特别是知道照管中心专员 加上督导满边应该28个人 但是现在只有13个人必须负责服务 全市现有4485位列管失能长者个案 平均一位专员要服务将近400位长者 日子也比较特别 是七夕新人节资胜了我们卡克力 来祝福来衛免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照顾中心的人员 以前编制应该有28人 那现在只有13人 还缺15人 那每个人负责的话 大概一个人要负责400多人 那非常辛苦 那我在这边也诚心的呼吁我们市长 尤其在这方面应该多多给他们支持 我们市长也实际上在推了成为亚洲最有爱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对于这个照管中心的这些人员 一定要好好的补充 那因为怎么样 若是说人员没有补充的话 他们有时候的话要去保释的话 真的有遇到一些需要协助 及时协助的话 可能时间已经超过了 所以耿惠在这边 这次议会有提这个案子 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重视 陪同的卫生局长张贤正 以及保健科长杨惠玉等人 非常感谢市议员张耿惠的关心 以及市长和议会的大力支持 卫生局目前 除了先提升现有照管人员实力访式个案时 防雨防权等安全配备之外 也从提升照管人员编制上 来加强各项福利 更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一起加入 确实我们在过往的年代 基隆市的长照管理中心的照砖 虽然中央有给了足够的编制 但是因为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人数就像刚才 董卫议员描述的 我们没有办法聘足我们的人数 那我们的照砖加上照砖督导 还有不少的缺额 但是在议会跟市长的关心之下 过去几个月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从今年开始 我们已经跟中央争取 我们的照砖 从过去的每年一聘的临时人员 已经变成约聘雇人员 那这些约聘雇人员就会是正式的成员 然后年资也会被累计 我们的照砖工作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在访试这些私能的长辈 提供一些他们需要的 长照资源的评估 然后做后续的连结 是整个长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如果你对长照工作有兴趣 你曾经是有一些长照的经验 你是护理师 你是社工人员 我们准备好了 欢迎您来投入 照管中心现场也邀请市议员张耿辉 一起为当月照管专员寿星 举行庆生会制证红包 而寿星的愿望很简单 希望服务的长照个案平安健康 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照管专员行列分担工作 个案都可以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然后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服务跟资源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赶快有新的照专可以进来 就是分担我们工作上面的就是能力的部分 虽然能力吃紧 但是卫生局长张贤正和市议员张耿辉 还是一起呼吁民众 只要有关于长照的任何问题 都欢迎拨打1966专线 提供最好的咨询服务 各位市民朋友 有关长照所有的疑惑 1966您打来我们为您解惑 为您安排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